盐盐盐盐这个盐上面加一个神字 一个神一个目 于比神剑中所见的盐盐 无以异也没有什么不同 同剑叶中张恶所其者 由众生见分忘起能见之夜用 故有所见之妄向 而栽相乃张力恶气 张力就是受到湿气 湿热的毒气 受到湿热毒气后生病 内病叫做脏 外病叫做力 发生在云南贵州广西 等等的湿热的地带 是张力恶气的意思 上应一天 故现种种不祥之相 但为张恶 是其妄音 其天象有实体灾 就是看个人的福报 看这个国家的福报 看地球的福报 底下 既是无时健忘所生 是神言 灾相同别随书 为妄则一 皆无实体 旧其妄音 既是无始无明 心臣健忘 所生之虚音 若也交互进退和明 进言引以和明灾相 这灾相也是一国之神旺 与言引同一立也 退灾相以和明圆明 这言引亦一人之二言 以灾相同一立也 二者 虽未浮成根所见之境 推末有本 推这个之末 有这个根本 通通是无始见并 真见都在妄见之中 所生之妄境 所以我们能言的意识心 是妄 所言的五成境 还是妄 了无实体 诸位实体 了无实体 就是今天讲的空无自信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一个人 你把它分析分析 你找不到这个人 一朵花 稍微分析一下 没有这朵花 没有这朵花 我们所有的智慧 都被这层皮肤所藏住了 没有办法去透视 如果我们用一点智慧 去透视这个人的色身 你就会了解 无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兽子相 都是大肠 小肠 肝脏 大小便 什么通通没有 什么美 丑 是非 对错 通通没有 它空无自信的东西 这了无实体 出与能力法 退同和别 就所立法 进同和同 再扩大 立严福提 三千周中 监视大海 娑婆世界 并记十方 诸有六国 及诸众生 持其所立之法 进退和明 也就是以一国 同见斋相为能力 若也分属进退和明 此属于第三方 进以和明 进一国所限斋相 和明十方 一正之境 以斋相一国同见 一知其为同分 彼国不见 一知其为望见 以此立严福提等 一正尽会苦乐不等 难知其为同分 难以理解 他是同分望见 无始很难 非偶尔现 无始很难 就是业 业 就是无始的健病 这个人卡住业了 烦恼很重 这个人业障很重 就表示这个人烦恼很重 小事搞到大事 没事搞到小事 小事搞到大事 越来越扩大 就业障很重 无量节来 我们看了 三合大地日夜星辰 它不是偶然的 无量节累积来的 难知其为望见 令难知之者 与意志同一力 主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哪一个国的国家的众生 能觉悟 说 三合大地日夜星辰 我像人像众生 通通是虚妄的 除了佛地子以外 哪一个众生 他会觉悟啊 让人拼命就追求了 所以世间很辛苦的 可是你不面对又不行 三千周 也就是沿浮一周中 有三千周 卷须明四面 四大海中 一世天下 娑婆世界 其世家所主三千大千世界 并及十方 诸佛岔徒 此由近 以及远也 诸有漏国 及诸众生者 国以众生 今以有漏称 因结义无明 无明就是烦恼 没有智慧 无明清清这点风 来无印又去无中 无明就像一阵风 来无影气无中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 已经脾气 发完了 发完了 而得见利也 下文云 迷忘有虚空 一空立世界 想成成国度 之节乃众生 我们因为无明迷惑了 我们变成 把这个真空 真心 化作妄动 妄念的虚空 所以虚空也是心性 妄现的 注意哦 虚空不是真实的 虚空也是心性 真心妄现的 因为无形象的虚空 然后又建立了 有形象的世界 有形象的世界 因为世界可以分辨 虚空就是无形象 想成成国度 因为坚固的执着 就变成了 这个就是我的国度 山河大地我受用的 没有一个不执着 之节乃众生 这些之节就是众生 无非自心所献之 或净起得 未为无分 怎么可以说 跟自己没关系呢 以阴望而有 故也有落 因为无明的众生 才看到有 山河大地日夜星辰 花草树木等等 一切众生象 烦恼 要是佛来看 菩萨我像能像 众生象 佛说花 极飞花 世明花 佛说三河大地 极飞三河大地 世明三河大地 佛说三千大千世界 极飞三千大千世界 世明三千大千世界 你看 无意法不空 所以有落无落 论心 不论外在的相 所以 狭方 寓意 狭就是离我们 很遥远 他所住持 别人 所住的地方 非己受用之境 利同灾相 亦可亦之 其为虚为病 所以 就算你坐 太空传 一直 从佛经的角度来讲 给我们科学的知识不错 但是 就站在佛教的角度来讲 就算你 坐太空传 坐几亿几亿年 上了火星 木星 假设说了 土星 什么星都可以上了 假设说了 还是忘 还是不能解决 生命的烦恼 所以 往内求是佛法 往外求是众生 是外道 往外求 能求到一些知识 也不错 当然 认识这些 药草 花草 树木 当然 让我们生活 很好 但是不究竟 所以 佛法 大家解决 究竟的问题 究竟的问题 就是轮回 究竟的问题 就是无名 究竟的问题 就是每一个人 本具的复兴 所以很多人 把灵命中 都把希望 都寄托在 灵命中的 极乐世界 很多人都这样子 对现在 最重要的责任 跟义务 却忘记了 却忘记了 那么 反过来讲 佛法 在我们这个世间 有什么意义 它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 佛法 是出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犹如密兔角 为什么 一定要到 灵命中的时候 在往生极乐世界 才去受益 我不是说 叫大家 不要求生极乐世界 意思就是 我们求生极乐世界 同时 要把现在 这一刹那的生命 发挥到 灵力尽致 这样佛法 才有意义 为什么叫做 回归当下 所以这个意义 如果你现在 能够显现出来 灵命中 更容易往生净土 因为你懂得牺牲 懂得奉献 所以绝对不是说 你只有念佛 功德很大 你比如说打佛七 或者是 我们今天 来打八观灾戒 厨房的人 功德也是很大 你没有厨房的 这些人 煮饭 你八观灾戒 你打到一半吃什么 我们不要忘记 哪有 只有你念佛 可以往生净的世界 说不定厨房的人 才比较容易 他在拼 他也是在拼 对不对 还有这些洗厕所的人 你要上厕所 尿不尿 对不对 臭气冲天 没有这些 环保主的 来清朝这个厕所 你想想看 功德也是很大 所以观念一定要改变一下 不是说整体什么事情都不理 什么东西都放 什么工 藏住的事情 什么东西都不做 我就是等死 我告诉你 你这样不会往生 不会往生 不骗你 因此我们要了解 佛法它回归当下 要真实受用 如果我们今生今世做人 听到了佛法 我们今生今世不受用 那我们要佛法干什么 为什么一个佛法 这么伟大的思想 这么伟大的思想 一定要等到灵命中 才去用它 为什么现在不能用 现在就要把生命 发挥到 灵力尽致 把智慧拿出来用 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要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要更能往生 要有正确的观念 不是现在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看起来它 好像在修行 事实不然 修行的人 他不怕是 不怕做工作 不怕吃苦 他可以把这个心 融入整个世界里面 判到什么都推 判到什么都推 什么都不敢承担 这个是极烈世界的因吗 不是 极烈世界是勇敢的人 往生的 极烈世界是有信心的人 往生的 极烈世界是肯牺牲的人 往生的 极烈世界是肯承担的人 往生的 绝对不是那个萎靡的人 推脱责任的人 可以到达的 绝对不是的 以下 三四零 中间 同是绝明 无肉妙心 见闻皆知 虚妄并缘 何何妄生 何何妄死 都是本觉 妙明 本智具足 无肉的妙心 中间 就是 因一念不觉 成无名 的妄见 所以就变成了 六根的见闻皆知 所以中间 因一念 无名 这样更清楚了 这本来是同觉 本觉 妙明的真心 本智具足的 无肉妙心 因一念不觉 成无名 变成了见闻皆知的 六根 见经 种种意识形态的执着 这些都是虚妄的病源 何何 我们叫做生 比如说父母亲结婚了 生了一个儿子 有父亲来 跟母亲来合 对不对 何何 忘死 世大分离了 我们叫做死 何何了 我们叫生 离开了 放下了 世大解散了 我们说这个是死 是灭了 一年俱足了 活不下去了 死了 灭了 死就是灭了 简单讲 这个世间 归纳起来 就是两个字 生灭 就这样子 一世心归纳 统三藏 十二不经典 无常 归纳 最后就是生跟灭 所以佛法在解决什么 事情 在解决生灭 让他进入不生不灭 你有生灭 你就有得失 你有生灭 就有何 就有离 换句话说 你今天多夫妻 多么的恩爱 何 就一定有 一定要离 所以 佛陀讲的呢